中国历史上,后妃弄权,司空见惯,搞得朝廷黑暗,国无宁日,像汉朝的吕后,隋朝的独孤后,辽代的萧太后等。 在清代,尽管后宫规矩严格,后妃不得干预朝政的祖训也基本上得到了遵守。 但仍然有不甘寂寞的后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挺身而出,成为掌握权力和操纵时局的高手。 大清皇宫里的女人们,第一章,不让须眉的深宫弄权高手。 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孝庄皇太后。 布布布泰,清太宗妃子,赴为科尔沁贝勒宰桑,公元1636年封为庄妃,嗜好孝庄文皇后。 布布布泰是明末清初历史舞台上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他在政局动荡的数十年中,历经两代三朝的变化,把全部经历都投入到了风云变换的政治斗争之中,对清王朝统一全国和若关初期巩固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个嫁给政治的蒙古少女。 博尔基吉特氏是清宫后妃中有极其特殊地位的一个姓氏。 话说当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诸布,她的雄心壮志引起了蒙古诸布的防范。 在这样的情形下,努尔哈赤首先要之以威,在战事中俘虏了蒙古王公,然后又嗜之以好,拿重礼将人送了回去。 从此开始了与蒙古部分王公世代通婚的历史。 这是历朝历代最成功的政治联姻。 不但在当时分化了蒙古,使蒙古草原不再完全与自己为敌,而且还得以立注。 其中,漠南蒙古并入满洲八旗,最后甚至一并归入版图。 直到清中叶,还上演了一出土耳护特布万里东归的史诗。 博尔基吉特氏就是历代清帝联姻最频繁的蒙古之戏,科尔沁蒙古。 博尔基吉特氏虽为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姓氏,但是科尔沁这一支并非成吉思汗本人的直戏后裔,他的创始人是成吉思汗的弟弟。 发展到后来,科尔沁共有四位侍习亲王。 在满蒙连姻的历史上,首开先河的自然是清太祖努尔哈赤。 他于明万里四十年征月,迎娶了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的女儿。 他是走进艾辛菊罗家族的第一位博尔基吉特氏。 两年后,他又为心爱的第八子皇太极,养娶了科尔沁贝勒王古斯之女哲哲。 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再次养娶了科尔沁郡王孔国尔之女。 在将博尔吉吉特氏的姑娘们迎进门的同时,爱辛菊罗家的女儿也陆续嫁到了蒙古草原。 努尔哈赤巴女聪古伦嫁喀尔喀蒙古台籍孤尔布茨。 杨宇巴约特嫁喀尔喀蒙古台籍恩格德里。 杨孙女纯哲加蒙古土蟹土亲王巴达里。 总之啊,清王朝的公主宗女们大多数都成为了蒙古草原的主妇了。 努尔哈赤所取的两位博尔吉吉特氏是他婉颜的侧妃。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都没有生下儿女。 对于清王朝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力,只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已。 真正引人瞩目的博尔吉吉特氏,要从清太宗黄太极的后宫里去找。 在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继承了父亲的后金汉位。 十年后的明崇祯九年四月,他正式登基为帝,称宽温仁圣皇帝,定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 崇德元年七月,他定下了自己的后宫武宫制,在自己的女人堆里选出了地位最高的武人。 皇太极的武宫后妃分别是,中宫为清宁宫皇后,东宫为官居宫臣妃,次东宫为林子宫贵妃,西宫为衍庆宫淑妃,次西宫为永福宫庄妃。 而这武宫后妃全是清一色的博尔基吉特氏,其中有三类还是亲姑侄,皇后、陈妃、庄妃。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庄妃了。 庄妃这个女人即使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她也是一个政治人物。 因为从史书上看,她刚一出现就已经承载着历史。 不过,她并不能算是一个顶级的政治家。 因为她所生活的那个时期,清王朝出力拔萃的政治天才实在是太多了。 庄妃名步步步泰,是蒙古克尔沁贝勒在桑的小女儿,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八。 嫁给皇太极的时候年方十三,而皇太极已经三十四岁了。 这桩婚姻之所以缔结,与庄妃的亲姑妈、皇太极的皇后哲哲有密切的关系。 折折是克尔沁贝勒·蒙古斯的女儿,当满盟开始通好联姻之后,她于明万历四十二年六月来到赫图阿拉,嫁给了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 当时的皇太极刚二十出头,但是早已妻妾成群,除了元妃、纽护鲁士,还有继妃乌拉纳拉士。 而其中,早在哲哲成婚之前五年,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就已经出生了。 由于嫁给努尔哈赤的两位蒙古妃子都没有所出,嫁给皇太极的哲哲就承担着为爱心觉罗氏生儿子, 为戏·克尔浸草原在后金宫廷中未来地位的重要责任。 他叛子之心极其殷切,可是宋子娘娘却一直不曾光顾他,别说儿子,就连女儿都没能生出一个。 虽然努尔哈赤对蒙古亲戚们后代荣誉,但克尔浸草原的王公们仍对后金没有出一位带蒙古血统的王子, 表现得既失望又担忧。 成婚十二年后,对自己的生育能力已经没有了信心的哲哲, 决定从草原上再接一位博尔基吉特使到后金, 替自己来完成这个生儿子的任务。 征得家族的同意之后,他选中了自己的侄女, 弟弟再三的女儿步步步泰。 后金天命十年二月, 十三岁的步步步泰在哥哥吴克善的护送下来到了沈阳城。 对于这位身份高贵又身负重任而来的蒙古哥哥, 后金给予了极高的接待。 黄太极亲自出城相迎, 与宋亲队伍在沈阳北港相遇, 并举行最高级的礼仪, 大败宴席之后在一起返回城中。 与此同时, 后金大汗努尔哈赤也亲自率领着自己的朱飞和朱贝勒摆下一仗, 出城十里迎后。 当然, 并不是步步步泰这个小姑娘能够享有这样的待遇, 这一切其实是给予克尔庆草原的。 步步步泰的到来, 似乎给哲哲带来了好运气, 十余年不遇的她, 居然当年就怀了身孕。 步步步泰也非常得宠, 此后, 姑子俩频频地为皇太极诞育孩子。 然而, 有件事令人挠头, 他们生的都是不能领兵也没有王位继承权的女儿。 哲哲先后于1625年诞皇次女, 1628年诞皇三女, 1634年诞皇八女。 步步步泰则从十七岁开始生育, 先后于1629年诞皇四女, 1632年诞皇五女, 1633年诞皇七女。 不可避免地介入政治。 到了1636年, 黄太极改国号为大清, 称帝于圣经, 同时建立后宫制度, 在其众多的屈切中分封了武功后妃。 步步步泰被封为庄妃, 居刺西宫永福宫。 黄太极颁给他的册文, 用满蒙汉三种文字写成, 文词简约, 资不步步步泰, 系蒙古克尔庆国之女, 夙缘作合, 疏至姓成, 镇登大宝, 原防古制, 侧而为永福宫庄妃, 而其真意恭俭, 唇孝谦让, 可遵皇后之训, 勿赴朕命。 庄妃的姑姑哲哲, 当然是正为中宫为皇后, 比庄妃后入宫的姐姐梅兰珠 被封为臣妃, 位居东宫、官居宫, 地位仅次于皇后。 其他两位西宫, 林子宫贵妃, 赐东宫延庆宫淑妃, 原为查哈尔蒙古林丹寒之妻, 皇太极征服查哈尔部后取之, 并做这样的安排, 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因此, 在后宫中, 庄妃孤直的地位是最突出的, 除姐姐陈妃最受恩宠外, 最年轻的庄妃也是比较送宠爱的, 特别是崇德三年正月, 陈妃所生被皇太极 视为皇嗣的皇八子夭折, 庄妃恰逢时机地 于两天后生下了皇九子弗林, 更加抬升了她的地位。 清代官书称庄妃曾辅佐太宗文皇帝, 但在太宗皇太极时期, 年轻的庄妃还不大可能在政治上有多少的展露与作为, 只有民间盛传庄妃劝仇的故事, 为后来太后下架之说做了铺垫, 似乎说明了这位聪明美丽的庄妃娘娘, 冠师美人计。 崇德七年, 明清松锦大战, 关外明军的最高统帅纪辽总督红成仇兵败被俘, 被压戒到圣经。 皇太极迫切希望红成仇能够归降为其所用, 虽派范文成等一干汉族官员轮番前往劝降, 但是红成仇似乎一直很坚决不为所动, 在狱中绝食等死, 急得皇太极一筹莫展。 一天夜里, 劳门清起, 庄妃飘然而至, 手进身汤, 一席话打动了红成仇, 使其回心转意, 败到在石流群下归降了大清, 后来为清王朝立下了汉马功劳。 这个故事被很多文学作品演绎得很生动, 但是据史书记载, 红成仇被俘之初拒不投降, 却被皇太极抓住了他的思想弱点, 亲自出马招降成功。 崇德八年八月九日, 清太宗皇太极患脑溢血突然病故, 因为他生前魏力四子, 所以诸王兄弟相争为乱, 亏似神器。 当时, 争夺皇位最激烈的是在 瑞亲王多尔滚和肃亲王豪格殊职之间, 两白旗贝勒大臣支持多尔滚, 两黄旗贝勒大臣拥戴豪格, 双方剑拔弩张, 打有火并之势。 这时, 善于谋略的庄妃, 虽然沉浸在年轻丧夫的悲痛之中, 仍不忘国事, 看到了满族贵族内部出现的计统危机, 如果处理不好, 必然影响清的前途。 因此, 他为了清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挺身而出, 干预此事, 设法使自己的儿子弗林继承皇位, 以此来平衡协调多尔滚与豪格双方的争夺, 从而置之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 当时, 他施展巧妙的政治手腕, 笼络各方力量, 特别是将多尔滚较进攻来, 施加压力, 立其子弗林。 在重政殿诸王商讨历历史会议上, 有人提出要立豪格, 可是他对形势估计不足, 却虚假地表示谦让, 故辞退去, 而立于殿外的两皇旗大臣举行武剑, 要求立先帝之子。 大贝勒戴善表示赞成, 除了豪格以外, 显然包括弗林。 多尔滚见此情景, 虽然有人劝瑞亲王及帝位, 但是他看到面对的形式不利, 而庄妃会前要求立福林, 正是摆脱眼前困境的唯一办法, 于是对自己及帝位, 犹豫未云, 采纳了庄妃的意见, 表示同意立帝之子。 既然豪格顾辞退去, 便提出要立年方六岁的福林为帝, 所谓八高山军兵, 无与右真王分掌齐拜, 左右辅正, 年掌之后当即归正。 这个折中的方案, 既尊重了立先帝之子的要求, 又便于日后对右帝的控制, 因此为双方贝勒大臣所接受。 庄妃在这场纪统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不仅阻止了满族贵族的内侯, 而且使其子福林继承了皇位, 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 自己则被尊为皇太后。 因甚至元年清入关后, 摄政王多尔滚的权势不断扩大, 企图做皇帝的欲望也日益增加。 为此, 他执党营私, 打击异己, 独砖朝政, 竟为自己建卑计计, 命使官按帝王李治及摄政王起居住, 停止御前跪拜礼, 私之御用服饰等, 根本不把顺制地放在眼里。 因此, 大权在握, 官内官外贤之有瑞王一人。 皇太后见多尔滚所作所为, 甚至她随时都可能发动政变, 夺取福林皇位。 这必导致满族贵族内部混乱和斗争, 不利于清出的统一, 也不利于他们母子。 于是, 她为了对付这种危急的形势, 粉碎多尔滚夺位阴谋, 保住儿子福林的皇位, 采取了以下策略。 一是, 涛惠之计。 皇太后表面上对多尔滚准夺位称帝的种种行径, 皆无动于衷, 置之不理。 而右帝福林在母后的受益下, 敖西交汇与猎比试无不为之。 因此, 多尔滚安逸无猜, 得以善权。 这就起到了麻痹和延缓多尔滚政变的作用。 二是, 遵多尔滚为皇妇摄政王。 顺治五年十一月, 顺治帝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妇摄政王, 凡进成本章旨意, 据书皇妇摄政王。 同时, 宣誓中外, 在给朝鲜国资文中有皇妇摄政王之语, 从形式上觅起了多尔滚与福林的关系, 在表面上提高了多尔滚的政治地位, 以达到稳定约束限制多尔滚的作用。 皇太后的这些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多尔滚的皇帝梦始终未能实现。 当她犯病时, 曾无可奈何感叹地说, 若以我为君, 已今上居储位, 我何以有此病症? 顺之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时之寒冬, 杜尔滚心情不好, 不顾身体有病, 带领王公大臣往边外围猎, 不慎从马上摔下受伤, 经过简单治疗, 又上马继续追猎, 此时杜不自知, 顿回到喀拉城, 她见病情日益加重, 感到不久于人世, 在弥留之际, 密照其兄英王与后世, 外莫得闻。 但是, 从阿基格事后种种鬼秘行动分析, 是对摄政王权力的交接有所安排, 因此, 她积极忌徒摄政。 12月9日, 杜尔滚病死, 阿基格急遣三百计入京, 企图逼宫夺权, 制造动乱, 但被随列的大学士刚林发现, 知其义立策马行日夜持七百里, 先入京, 将此情急报皇太后和顺之地。 皇太后得知多尔滚已死, 阿基格派兵入京逼宫, 他沉着应战, 安排毕久文辩告宗王顾山等违背, 待三百计致接铠甲尽收朱枝, 英王未知也。 然后抢先机, 派兵役兼兼京王至京, 逮捕问罪, 就这样粉碎了阿基格的逼宫夺权的政变阴谋。 当摄政王多尔滚死讯传到京城, 满朝震惊各有所思, 人心浮动, 谣言四起时, 皇太后为了稳住政局, 特别要防止多尔滚的死党犯上作乱, 受益顺之地下诏, 臣民一服举丧, 亲率朱王贝勒文武百官出东直门迎接灵救, 以地理厚葬, 追尊义皇帝妙号成宗。 至此, 多尔滚获得了最高的荣誉和地位, 生前未能称君, 死后却被尊为帝, 这当然是个绝顶高明的策略, 使多尔滚的死党放心, 不会因为他专权欺君而罪己己身, 所以没有闹事。 顺之八年二月, 义政大臣苏克萨哈上书告发多尔滚生前阴谋窜逆之心等罪行, 于是皇太后认为时机已到, 遂彻底清算多尔滚的罪行, 借此清除敌对势力。 因此, 顺之帝肇事中外, 公布多尔滚的罪状, 指出多尔滚一谋果真神人共愤, 警告天地太庙设计, 将其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 并把多尔滚扶植的心腹党女一网打尽, 有的处死, 有的监禁, 有的贬革, 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弗林的地位。 多尔滚死后, 解除了夺位的威胁, 皇太后精心辅助其子弗林主政。 首先, 要求顺之帝努力学习汉族文化, 精通治国安邦之术, 同时下令把许多汉籍议成满文, 供满族贵族阅读, 从中吸取汉族统治经验。 其次, 为了加速清除统一全国的进程, 积极团结汉族的文官武将, 使他们成为清王朝效力工具。 顺之十年, 他把在贵林战子的平南王孔永德的女儿孔四珍, 欲之宫中赐白金万两, 遂奉使郡主。 同年, 又把皇太极的第十四女何硕格纯长公主, 嫁给了平西王吴三贵之子吴应雄为妻。 再者, 明末清除的长期战争, 使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 所以, 他提倡节俭, 曾多次把宫中节省的银两, 阵剂受灾民众等等这些, 都表现出他的身谋远略和政治才能, 确实难能可贵。 顺之十六年, 南明永利朝严平王郑成功率领十多万大军北伐, 势如破竹, 由舟山进入长江, 攻占镇江, 包围南京, 占领江苏安徽四府三州二十四县, 江西浙江等省州县也有举起响应的, 一时震动了清廷。 顺之地对江南地区突然骤变的形势, 惊慌失措, 束手无策, 一会儿要逃往关外, 一会儿又要率军亲征, 皆遭到母后的反对和斥责, 据史书记载, 当这个噩耗传至北京, 皇帝就完全失去了他镇静的态度, 而常常有逃回满洲之思想, 可是皇太后却对他加以斥责, 他说, 你怎样可以把祖先们 以他们的勇敢所得来的江山 竟这么悲怯地放弃了呢? 他一听皇太后说这话, 反而发起了暴怒, 他拔出宝剑, 宣称他要亲自去出征, 获胜获死, 为此, 他竟然用剑把一座皇帝玉座 披成了碎块, 他还要用同样的方法 对待一切对于这御驾亲征的计划 说出一个不字的人, 对此皇太后就尝试着用言辞来平复皇帝的暴怒, 不过, 顺志帝最终放弃亲征, 遵照母后旨意派兵南下, 传指驻守南京的江南总督郎廷左坚守南京, 最后, 清军取得了南京之战的胜利, 收复江南师弟, 进逼今夏, 所以顺志帝曾这样说, 朕自若灵, 给予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 为圣母皇太后辞欲示意, 皇太后的精心辅佐, 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其子顺志帝 在清出复杂激烈的斗争中, 取得了重大胜利, 有关顺志皇帝的最终结局, 是清朝历史上的又一大议案, 他最终是因为董厄妃去世而灰心意冷选择了出家, 还是因为换天花病死都不得而知, 到现在还是个谜, 无论如何, 皇帝已经不在了, 宝京风霜的孝庄太后, 不得不再次走到了政治舞台的前台, 塔利宝顺志的皇子玄叶继承皇位, 视为康熙帝, 孝庄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 玄叶继位时年仅八岁, 培养殉岛小皇帝成长的重任, 就当仁不让地落在了太皇太后的身上了, 此时的孝庄已不是那个刚刚走出大草原的懵懂无知的少女, 而是一位历经三朝的太皇太后了, 政治风云变幻的锤炼, 使她毫无争议地已成为大清帝国中枢政治的核心, 朝臣要求太皇太后仿效前朝旧制垂帘听政, 孝庄太后呕心沥血, 只希望自己的孙儿能够早日长大成人, 言辞拒绝了大臣们的请求, 她坚持由皇帝亲自主政, 并选任老臣索尼、厄比隆、 苏克萨哈和敖拜四大臣辅政, 皇帝主前台, 太后幕后操纵, 大臣主外事, 皇帝的尊严依然存在。 为了笼络辅政大臣, 孝庄太后在康熙十三岁的时候, 特意为她选择首席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 内大臣索额图之侄女赫舍里为皇后, 辅政大臣厄比隆的女儿纽护鲁士, 国舅童国为的女儿童家世为皇妃。 索尼、厄比隆等人都是朝中老臣, 孝庄太后以婚姻为手段, 就是希望他们尽心辅佐年幼的康熙, 光大满清基业。 老臣索尼不负重托, 处处为小皇帝周旋, 把朝政打理得妥妥贴贴。 为了避免康熙不重蹈顺志的覆辙, 孝庄太后对于康熙的后宫生活以祖母之尊, 不时地加以过问。 她不希望康熙陷于儿女私情, 荒废了国家大事。 皇后赫舍里世, 生下皇子允仁后病死。 康熙遵奉祖母的旨意, 策立厄比隆之女为皇后, 而她所钟爱的童家世只被加封为贵妃。 孝庄太后对幼年即位的孙儿, 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康熙刚刚即位, 她就训诫康熙, 为人君, 须明白得人心治国家的道理, 一言一行都要谨慎, 只有素业克勤不贷, 才可承继祖宗基业, 康复国家。 康熙也不负孝庄厚望, 牢记祖母教诲。 据史书记载, 康熙君临天下六十阴言, 每日临朝听政, 批打奏章, 从无间断。 即使是出巡外地的时候, 各压门奏章要照常送到行载, 康熙帝不分昼夜, 亲自批赖。 康熙一生坚持勤政不殆, 致是与早年祖母的言传身教, 是分不开的。 孝庄太后不仅从治理国政上, 对康熙加以辅导, 而且对日常生活举止言谈, 也都按帝王的标准严格要求她。 孝庄太后告诫康熙, 为人主必须有威严, 行为坐卧不可回顾邪事, 摇头晃脑, 这不仅有关德荣威仪, 而且有犯忌讳。 康熙日后举止端严, 很有风格, 与孝庄太后的严格教诲, 也是分不开的。 为了考察康熙的才智, 也让他在大臣中树立起威严来。 孝庄太后经常在众人面前拷问皇帝, 既锻炼了康熙的胆识, 又让朝廷官员瞻仰了君主的风采。 孝庄问康熙, 贵为天子拥有天下, 皇帝还有什么心愿吗? 年幼的康熙就按照祖母平常教导的话, 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朕只希望天下安定, 百姓乐业, 大清国福力强, 万事治久。 大臣们没有想到, 康熙年纪轻轻, 竟会说出如此有分量的话来, 于是一致赞扬皇帝聪明过人。 满清入关已久, 孝庄担心康熙在忧郁的环境中, 忘记了伴族的传统, 因此不断贬礼他, 祖宗靠骑舍创业, 武功不可废弛。 今天虽然天下太平, 也不能忘记居安思危的道理。 康熙一一铭记在心, 文质武功样样精通。 据记载, 康熙一生仅围猎射死的老虎就达百只以上, 足见他的骑射技术之高超。 皇孙大业的庇护者 康熙朝的清帝国虽然仍旧风云变幻, 然而, 孝庄总算过上了相对安稳的晚年。 前半是一直和亲生儿女没有感情交集的孝庄, 也许到这时才开始重新体会到母子祖孙之情, 开始反思自己与儿子水火不相容的关系, 以及儿子的早逝。 顺治朝的恭维悲剧终于没有延续到康熙的恭维。 在康熙的后宫中, 没有董乐氏, 也没有博尔纪吉特氏。 从此, 这两个姓氏的女子再也不必在后宫中整个你死我活了。 孝庄为孙子选择的皇后再也不是蒙古格格, 而是满足勋贵的女儿。 康熙年间, 一件重要的事情莫过于诸敖拜。 孝庄是否参与了诸敖拜, 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从外围很难确定。 但是, 我们可以从康熙第一次大婚, 这位太皇太后为孙子做主选择的最初一批后妃中看出端倪。 皇后为四府臣之首索尼的孙女贺舍礼氏。 妃子中既有原为敖拜一党并同属湘黄旗的厄碧龙之女纽护鲁氏, 又有号称同伴朝家族的女儿童家氏, 甚至还有出身一般的, 却偏偏敖拜本人的女儿落了选。 虽然她随后被指给了宗氏郡王为福尽, 但是丈夫又为皇族远戏。 尽管随后皇家将顺治的女儿嫁给了敖拜的侄子, 但是再怎么说, 这样的八甘子庆家与做皇帝的老战儿相比, 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这是孝庄在一面继续安抚敖拜, 同时又分化敖拜党羽, 为朱敖拜所下的一步棋。 此后, 小后妃们的家人亲眷都纷纷家官尽爵, 入朝为官, 并因成为皇亲而顺理成章的被提拔。 后来的再相纳兰明珠也是其中之一。 大婚不久的康熙, 随后接到了首府索尼立请皇帝亲政的奏章。 厄碧龙子女入宫后, 也一反紧跟敖拜的行径, 转而为皇帝笼络人心。 事实上, 在康熙八年五月十七日这一天, 当康熙最终动用扇扑营小布库, 擒拿敖拜时, 外妻们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正是敖拜非常相信的厄碧龙将敖拜诱入五英殿, 更使皇后的叔父索尔徒亲帅众侍卫围攻敖拜的。 不过话说回来, 为什么当初校庄竟眼看着四大抚尘中的敖拜做大的? 后来又为什么听任敖拜杀死抚尘之一苏克萨哈? 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 其中之一是因为苏克萨哈隶属于正白旗, 而另三位俯臣全为两皇旗下。 敖拜的做大, 与身为首府的索尼对其默许纵容大有关系, 以致孝庄太后也无计可施。 苏克萨哈与敖拜最大的冲突因数圈地事变。 但是对于敖拜挑起的事端, 当时首府索尼采取了默许, 厄比龙则公开表态做同盟军, 而能从其中取得利益的两皇旗人也大都被拉拢。 清王朝当时的政体并非集权于皇帝一人, 皇帝和太后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在各旗势力之间取得平衡点, 保障自己的地位, 并不能在实际上制约得了他们。 因此, 尽管明知孝庄太后和康熙皇帝反对两皇旗与两白旗互换圈地, 但是, 敖拜仍然敢于矫诏, 处死赞同帝后意见的三名重臣。 大学士苏纳海, 直立总督朱昌作, 直立巡抚王登莲。 但在索尼和鄂比龙的默认下, 朝臣竟没有谁来为这三人名冤, 等于公然摸了太后和皇帝的面子, 这使得敖拜势头更近, 很多官员都倒向了他的这一边。 三朝元老敖拜的势力越发盘根错节。 索尼和鄂比龙直到成为了皇帝丈人之后, 才算是真正诚心帮太后和小皇帝的忙。 但是此时, 敖拜已经根深蒂固了。 更糟的是, 皇帝大婚不久, 首辅索尼就死了。 虽然临终时, 他仍然不忘上表请求皇帝亲政, 但此时敖拜已作大。 苏克萨哈本来就是敖拜的对头, 与敖拜厄比龙搞不到一起的。 但在孝庄太后决定策立索尼的孙女为皇后之时, 他竟公然表示反对。 这不但令孝庄太后非常气恼, 更将索尼一戏得罪了个彻底, 于是在四辅尘中, 他就成了光杆一条。 索尼去世, 康熙亲政, 事实上当时的权力还掌握在三辅尘手中。 就在这时, 苏克萨哈上了一道奏章, 要求退休, 而且用意很明显, 要敖拜与厄比龙一起退休。 敖拜当然不能容忍, 于是他挑出了苏克萨哈奏章当中的一句牢骚, 王守先帝领寝, 如献于膝, 得以生权。 然后以此为借口, 命义政王大臣会议论罪。 在义罪当日, 敖拜将可能倾向苏克萨哈的大臣全部排除在外。 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苏克萨哈本人凌迟, 全家朝战。 由于敖拜同党已经把持了朝政, 康熙虽然强烈反对, 这个判决仍然被敖拜强行执行了。 而孝庄在整个事件当中, 一直都没有正面与敖拜交锋, 更没有力抱苏克萨哈, 令人颇有些不解。 可能是敖拜上次围指杀三大臣的事情, 已经给了他一个警觉。 康熙初年的皇权并不集中, 实际权力更多都掌握在旗主们的手里。 在实权并没有抓在手里之前, 即使是太后和皇帝, 也不能将势力大的臣子怎么样。 还可能是由于苏克萨哈起家的方式方法令他久已不满。 苏克萨哈从前一向封营多尔滚, 又是白起身份, 却在多尔滚死后立即见风转舵, 向顺地告发多尔滚的过失, 使多尔滚尸骨无存, 子嗣不尽。 无疑的, 孝庄因此事对苏克萨哈的所谓忠心十分怀疑。 做了俯臣以后的苏克萨哈, 在政务吉利皇后知识上的表现也令人感觉到, 他只是在做政治投机, 并不是一个与皇帝太后一条心的人物。 在索尼死后, 作为努尔哈赤的女婿, 她的实力虽弱, 名分上却已是首辅。 苏克萨哈权力欲望极大, 又是其主, 假若他此时又以退为进, 在搞到敖拜后抓住更多的权力, 焉知他不是下一个更阴狠的角色。 活着的苏克萨哈, 虽然对于平衡朝中势力有一定的作用, 但他如果死了, 长远来看, 对皇帝亲政更为有利。 假之此时, 孝庄和康熙在朝中培养的势力都未掌成, 还不能贸然与敖拜对抗, 孝庄实在没有力保他的必要。 在苏克萨哈死后, 就连敖拜同出一旗的俯臣厄比龙, 都开始对敖拜心存惊惧, 另做打算了。 所有对敖拜专权不满的人, 受过敖拜打击的人, 迅速地向皇帝太后靠拢。 至于鄂比龙, 他既是皇帝的岳障之一, 当然此时也属于皇帝一系。 孝庄和康熙, 只要最后与敖拜一搏, 就能将权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手里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 苏克萨哈之死与皇权大有弊异, 假若他不死, 他将成为朝中敖拜以外的另一股势力, 世人投靠的选择多了他一个, 几时才能轮到小皇帝出头呢? 苏克萨哈死后第三年, 敖拜被秦, 权力终于高度集中到了皇帝的手里。 虽然孝庄没有过多地 让史官尽下自己在正史当中起的作用, 但是康熙十一年十二月之时, 孝庄向康熙所说的一席话, 仍然显出他在康熙的成长 以及理政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安不可妄威, 闲暇时仍已训练五倍, 诸如再朝诸臣奏事, 岂无忠诚入告者, 然不孝之类, 假公行私, 负极者极为引进, 无极者极家枉害, 亦或有之, 为人君者, 勿虚功才断, 一准于礼, 则事无差失矣。 孝庄并没有过多地参与军事, 但在三藩之乱时, 当精兵都出发平乱后, 蒙古查哈尔亲王布尔尼 却趁乱起兵, 直攻京师重地。 康熙在孝庄的指点下, 派出了土海为将, 征用起了旗下包衣加奴, 居然在两个月后, 大胜而还。 被列为清出三大遗案之一的 太后下嫁之谜。 顺至五年十一月, 小皇帝福林 颁下了这样一道诏书, 书父摄政王治安天下, 有大殉劳, 宜家疏离, 以崇公德, 尊为皇父摄政王, 凡诏书皆书之。 于是, 杜尔滚又称皇父摄政王。 这个称号使很多人浮想连篇, 认为这是因为杜尔滚嫡妻去世, 皇太后下嫁所致, 还说庄妃就是杜尔滚前妻的姐姐, 她已经暗恋多年, 还出了一篇杜尔滚为情让帝位的故事。 杜尔滚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是个绝顶人物, 但是在私生活这块实在不值一提。 她不但绝非情圣, 更俗称好色之徒, 她与发妻是少年夫妻, 感情确实不错。 但是从做摄政王开始起, 她就以变本加厉地向各属地索要美女。 杜尔滚的皇妇称号, 是顺治五年十一月正式得到的, 早于她再婚之喜, 一年有余。 当时, 清王朝的太后并不只有一人, 孝庄的姑姑善善还在世, 她对杜尔滚有养育之情, 杜尔滚既不可能娶她, 她也不可能允许孝庄下嫁。 杜尔滚的原配妻子博尔基吉特氏, 是顺治六年十二月去世的, 被追封为静孝中公正封原非。 她是孝庄的堂姐, 杜尔滚对她很有感情。 原非死后, 杜尔滚于次年, 即顺治七年五月季贤, 然而, 季取的不是太后, 而是朝鲜公主李氏。 朝鲜听说摄政王丧偶要娶本国公主为妃, 非常郑重。 由于真正的公主尚未成年, 于是精心挑选了士陵的宗室之女为公主, 以官员之女为应妾送嫁。 谁知, 杜尔滚却嫌身份高贵的女子美貌不够, 又逼着朝鲜为新王妃选送美貌侍女。 除了朝鲜公主, 甚至青年的张月, 杜尔滚也确实又纳了一位博尔基吉特氏, 但是, 她与孝庄的关系更远, 而是豪格的寡妻, 杜尔滚原配的亲妹妹。 当时, 南明文人张黄炎曾写誓说太后下嫁云云, 上寿商为何锦尊, 此年宫里烂营门, 春关昨尽新一柱, 大力恭逢太后婚。 叶云又闻测烟室, 妙选双娃祖母仪, 焦殿梦回去雨散, 错江瞎子做龙儿。 实际上, 张黄炎写诗时身在南方, 又是青王朝的敌人, 他的诗文有多少可信度呢? 只怕是听见博尔基吉特氏, 就想到皇太后, 就想到皇妇的称号, 然后诋毁对手, 图个口爽而已。 更重要的是, 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找到任何太后下嫁的证据。 即使国内的记录被销毁, 至少送女到摄政王府来的朝鲜, 也应有明确的记载。 我们却不见朝鲜使节 参加太后婚姻的实在。 作为蜀国, 这样的大事不可能不记录在案。 此外, 多尔滚遭妻丧之时, 庄妃已经三十六岁。 就算两人少年时很熟悉, 但多尔滚才智过人, 是青王朝事实上的统一之主, 不太可能做这样的事。 至于说, 这下嫁乃是庄妃的策略, 以此来保障儿子的地位, 那就更离谱了。 她本是太后, 若是下嫁摄政王, 就成了摄政王妃, 在名分上与皇太极和两皇旗再无瓜葛, 能保护得了儿子吗? 她儿子的地位只会更不稳当。 多尔滚经常入宫便见太后义士, 在入官之后, 庄妃又与芙林分工而居, 母子之间并不是很亲密。 所以, 小皇帝对守寡的母亲和好色的叔父之间的关系, 应该多少是有些疑影的, 也不排除这个可能。 再加上, 庄妃为了政治考虑, 多数时候向嘟儿滚让步, 并未能很好地照顾儿子的情绪, 恐怕都是甚至后来与母亲关系恶劣的原因之一。 初期如果孝庄和嘟儿滚之间还算合作的话, 自豪格入狱之后, 形势就不能不发生转变。 豪格毕竟是皇太极一系, 他到台后嘟儿滚成伟大不调之士, 两皇旗的几位重臣也接着被他给收拾了一票。 又来个皇妇的尊称, 庄妃母子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 这个尊称背后的意义, 一则是他要真正地凌驾于小皇帝之上, 事实上他也已经在摄政王府里开始穿用皇帝冠服, 二则只怕是他也要开始为自己真正登上皇帝职位做些准备了。 事实上, 在当时为之有摄政王不知有皇帝的情形下, 他取福林而代之, 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嘟儿滚爆死了。 嘟儿滚身体病不好, 早在爆死前几年就经常病痒痒的。 早在七月初时, 他就已经病得不轻, 甚至于向亲信西汉等人发牢骚说, 我近来蝶缝大丧, 身体又这么不好, 小皇帝怎么也不来看望一下自己? 皇帝年纪小不懂事, 你们也不懂事吗? 马屁精们果然将小皇帝强拉到摄政王府去了。 然而, 即使病成这样, 这位摄政王却仍然要抓住朝政大权军事力量, 同时荒淫无度, 如此折腾, 只会是加速地往死路上走。 就在他迎娶朝鲜公主和博尔基吉特氏的当年, 甚至七年十二月初九夜晚, 他死在了边外喀拉城, 年仅三十八岁。 多尔滚刚死的时候, 还有些愚微尚在, 小皇帝命丧礼如帝制, 追封为 贸德修道广业, 定功安民, 立正成敬一皇帝, 称成宗, 他去世的原妃也追封为一皇后。 然而, 仅仅过了一个多月, 一切就翻了个个儿。 苏格萨哈和詹黛告发, 说是, 为多尔滚从训的侍女吾尔库尼临死前曾说, 要将多尔滚私质的皇帝袍府入关。 以此为引子, 顺帝开始狠狠地治起了多尔滚的罪。 眨眼间的功夫, 多尔滚戎马半生为清王朝立下的大功劳就被弄了个金光, 就连骨灰都没有留下。 而实际上, 多尔滚才是为清王朝奠定中原的重要人物。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入主中原的梦想, 是他以美战必争的亲自努力最后完成的。 他从未为自己的私欲而撼遥清王朝的基础,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整个王朝的前途。 假如他不肯忍耐而非要快马加鞭地夺地位的话, 清王朝肯定是不能真正统治中原的。 比较一下崇祯自义之后, 明王朝的几位亲王郡王为了抢皇帝的名头, 不顾清兵虎士拼命自相残杀的后果, 多尔滚的退让就显得格外富于远见和牺牲精神。 而假如没有他, 顺治也不可能成为中原皇帝, 因此顺治只是为了儿时的少许不如意, 就这样对待多尔滚实在离谱, 毫无人均度量。 假若步步步态真与多尔滚有私情的话, 这时的他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呢? 就算没有私情, 看着一个曾悟空一切的人, 在死后被小皇帝运用地权清算, 即使这个小皇帝是自己的儿子, 即使这清算中也有自己的意思, 只怕太后心里也多少有些警惕。 当然, 再多的感慨, 小庄太后心里应该还是舒坦的成分更多的。 做了皇太极多年的妃子, 又经历了十余年提心吊胆内外娇逼的太后生涯。 他也许觉得自己终于熬出头了。 绝唱千古的祖孙深情 小庄在平定三藩之乱过程当中起的作用, 旁人是根本无法替代的, 这一点聚朝尽知。 可当玄业和大臣们请求按照朝中惯例 为他加上尊号时, 他却表现了十分谦逊的作风, 再三拒绝, 并对奏请前来的大学士们说, 八年以来, 皇帝交心劳私, 运其至圣, 故得寇道薛平, 皇帝应受尊号, 以达臣民之望。 欲处深宫之中, 不予万事, 受此尊号, 于心未切。 孝庄全力扶持康熙, 想让孙儿的威望通过平定三藩更加扩大, 为此, 他尽量掩去自己的作用, 将功劳一并归于爱孙。 从孝庄作为玄业政治导师和保护人的角度审视, 随着玄业不断成熟与孝庄的日渐衰迈, 康熙二生岩前后, 他们的关系逐步过渡到一个新的时期。 迟至康熙二十六年孝庄去世, 尽管玄业早已对各项政务应付自如, 不再需要祖母的点拨, 但还是将祖母视为顾问, 朝廷有处置, 上多告而后行。 孝庄虽然经历不尽, 但也仍同以往, 时刻关怀孙儿, 处处寓以支持。 古今中外, 晚辈对于自己最依恋的年长之人的感情, 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对其健康状况的极大关注上, 玄业也是如此。 随着孝庄年事不断增高, 她无时无刻不再牵挂祖母的身体。 祖母稍有不适, 她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担忧与恐惧。 祖母一旦安康, 她便如是重负, 欣喜若狂。 为使祖母康健去除病灾, 玄业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比如, 她曾分别于畅春园和南院, 建造私幼寺和永牧寺, 以给祖母祈求服用。 康熙21年2月, 她亲自居景山摘介寄星, 为祖母祈福, 并派遣禁狱世卫官宝, 协同太监牛之旗, 前行官首领太监顾文兴, 继兴三年。 然而, 人的生老病死乃客观规律, 玄业的愿望与所做的一切, 并不能扭转孝庄身体日渐衰弱的趋势。 康熙23年, 孝庄72岁后, 身体开始明显走下坡路, 本已有的脑血管硬化, 高血压等病症, 进一步严重起来。 从保留至今的孝庄画像看, 她晚年比较胖, 当时诱发这些疾病的重要因素。 康熙24年6月, 玄业身体欠安, 孝庄体恤爱孙, 命亡口外避暑净多。 玄业遂遵旨, 协同皇太子皇长子寻幸塞外。 不料, 玄业返京前8月28日深夜, 孝庄突然中风, 幼之麻木, 言语不清。 孝庄的近视太监崔邦吉立刻告知, 请太医共同诊室商议, 又增加几位药, 开下药方, 很快配置坚好, 给孝庄服用。 几位太医便告文姓赶来的 育亲王福全, 内务府总管图巴等人。 太皇太后, 卖上好, 断无大方。 服药后, 孝庄的病情迅速缓解。 8月29日黎明, 她吩咐一直在身边守候的 福全传旨, 着蒙古喇叭奈宁忽图克图看事。 奈宁忽图克图, 朕事后认为, 太皇太后中风, 乃因不节食物入口而至, 并建议, 由包括她本人在内 共四名喇叭, 当日起, 即在慈宁宫花园诵经。 孝庄同意的这一做法。 9月初一, 玄夜接到图巴等人 关于孝庄突然发病的奏报, 心急如焚, 在折子上做了简短猪批, 知道, 朕从速返回。 她兴夜兼程, 出二日正午抵京后, 直奔惠宁宫祖母踏前。 当玄夜看到祖母磁体已安, 尚在服药, 才稍稍松口气。 她为祖母亲事尽药, 侍奉至夜半。 此后数日内, 玄夜每天两三次去祖母宫中问安探望。 由于医治及时, 对症下药, 孝庄的身体逐步恢复。 为感谢神明的祝佑, 她下旨修尽妙语, 特命玄夜于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吉日前往白塔寺进香礼拜。 十八日当天, 玄夜正准备从宫中动身时, 突然电闪雷鸣, 下起瓢泼大雨。 近时担心雨大落滑, 泥泞难行, 请求玄夜烧停片刻, 等雨停后再去。 玄夜没有同意, 她说, 近固嬴祖母偶尔违和, 振心忧虑, 今日痊愈, 甚为庆幸, 何但此亡。 说完, 毅然冒于其之。 事实证明, 在孝庄宫中专设御医, 昼夜直宁的措施, 对于她此次中风后得到妥善救治, 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一年五月, 玄夜御令吏部嘉奖两位有功的御医。 昨年, 太皇太后圣体偶有违和, 命太医院御医李玉白张世良担心诊室, 功着方药, 今已万安, 振心欢悦, 一等克尽电职, 而等可量加亿许。 可见, 孝庄自康熙二十四年秋发病, 经医治大大缓解后, 又过了半年多时间才完全康复。 孝庄出狱不久,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迎来她的七十四岁生日, 玄夜特上太皇太后万寿表, 上面写道, 臣又何深思, 掌思明训, 孝养难愁, 妄极尊崇, 辽展成欢, 福愿景命离心, 唇喜意貌, 东朝永范, 亦万年而成算, 祖母常来。 在此前后, 玄夜还专为祖母铸造了一尊高七十三厘米的黄铜镀四壁观音像, 其连坐下沿刻有满蒙汉藏四种文字写成的名文, 大清昭盛慈寿, 恭见安逸, 张庆敦慧, 温庄康和, 仁仪宏敬, 太皇太后。 于奉三宝, 伏必万灵, 自于康熙二十五年, 遂赐秉吟, 供奉圣誉, 不日告成, 永念圣祖母仁慈, 垂幼众生, 更旁菩萨感应, 圣寿无疆云耳。 这尊佛像, 后来一直被供奉在慈宁宫大佛堂。 万寿表和四壁观音像, 是玄业献给祖母七十四岁生日的两件珍贵礼物, 反映出她敢带祖母, 期盼祖母健康长寿的真切心愿。 康熙二十六年冬天, 是玄业一生永难忘怀, 感情历程中最痛苦的日子。 正是在此时, 她平日最为担心, 不愿想也不敢想的事, 终于发生。 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七十五岁高龄的孝庄旧正复发, 诊幻昼作并是凶猛不同以往。 从这一天起, 玄业处理完政务, 便立即驱至慈宁宫市集。 她守候在祖母的床边, 依不解代, 寝食俱飞, 为祖母亲调药耳。 孝庄入睡时, 她隔慢静后, 席地微坐, 一闻太皇太后生息, 即驱至踏前, 凡有所需, 守奉以尽。 孝庄心疼嵩儿, 多次让她回宫休息一下, 但玄业执意不肯烧礼。 她唯恐圣祖母有所欲用而不能备, 故凡坐卧所需, 以及饮食遥转, 无不悖剧。 就连米粥也准备了三十多种, 一供祖母所求。 为挽救祖母的生命, 玄业在宫中五日不结成末道。 十一月二十七日, 她下诏刑部, 除十恶死罪等重犯外, 其余一概降等发落, 希望能以此好生之德, 敢动上仓, 保佑祖母, 转危为安。 然而, 孝庄的病情仍在家中, 一日之内, 坚决沉假, 但兮可虑。 万般无奈之下, 玄业不顾众臣反对, 斗尔然采取了一项 前所未有的举措。 十二月初一日凌晨, 寒风刺骨, 玄业率王公大臣 从乾清关出发, 步行前往天潭至极。 事前, 他亲自赚就的记文中说, 福肯苍天幼主, 免念赌城, 力锤召剑, 比陈科迅起, 狭算长颜, 若大树或穷, 愿见陈陵, 济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 玄业跪在坛前, 滴泪成兵, 在场王公大臣无不敢气。 三十四岁的玄业竟然祈求上苍, 以减少他本人的寿命为交换, 尽可能地延长孝庄的生命。 足见, 他对祖母感情之深, 依恋之至。 可是, 玄业的赤城并没有感动上苍, 这次不同寻常的天潭之行, 未能取得他期望的效果。 由于为祖母延长寿命的愿望未能实现, 玄业从此放弃轻易天坛求雨的做法, 这从一个方面也反映出祖母之死对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孝庄与世长辞。 迷流之际, 他嘱咐玄业, 太宗闻皇帝趁官安奉已久, 不可为我轻动, 况我心恋辱皇妇即辱, 不人远去, 勿于孝陵禁地, 则疾安措, 则我心无悍意。 他知道孙儿对他的感情, 担心孙儿过度悲伤, 特在遗诏中指出, 为是皇帝大孝姓成, 超越千古, 恐过于悲痛, 以免自洁疲, 以万机为重。 其丧志, 惜尊典礼, 成福后三日, 皇帝急行听证, 又叮嘱身为皇太后的儿媳, 我并若不起, 皇帝断悟歌辩。 尽管玄业已有精神准备, 但事情真的到来时, 仍然难以承受。 孝庄逝世后一连十余日, 玄业水浆不入口, 以至吐血昏迷。 他违反清朝后丧皇帝 力不割变的组织, 不遵祖母遗旨, 不听皇太后劝告, 毅然割变。 又拒绝臣子 关于我朝向日所行, 年内丧事不令提年的奏告, 决定将校庄称官, 安放在慈宁宫内, 直到一年正月十一日发丧。 康熙二十七年新春佳节, 玄业坚持于慈宁宫为祖母守丧。 他每念教育深思, 哀痛十难自尽, 洞窟不止如前。 正月十一日, 孝庄的称官被迁往朝阳门外并攻。 发丧时, 玄业割断叫绳, 坚持步行, 途中每次更换 抬衬官的康夫时, 也避跪于倒所痛哭, 以致奉安处刻不停声。 玄业执意为祖母 持福守丧二十七个月, 后经百官市民再三劝奏, 才勉强同意 依照祖母的遗嘱, 以日一月二十七日而出。 连续六十天不宽衣解贷, 犹未惯喜的事迹, 守丧生活与巨大悲痛, 几乎摧毁了玄业的身体。 他足及虽全旧病丛生, 直到正月下旬, 立即御门离世时, 还得令人扶着出入。 玄业晚年的高血压 及心脏病等病症, 很可能就是此时 落下的病根。 康熙二十七年四月, 玄业亲自护送祖母的衬冠, 前往尊化孝陵以南 刚刚建成的赞安奉殿。 孝庄去世后, 玄业预令礼部并传遇诸王大臣, 太皇太后祭物据照 世祖皇帝往礼, 表明祭祀孝庄的规格 完全与皇帝相投。 一语定江山的孝和皇太后 孝和瑞皇后, 纽护鲁士, 礼部尚书公阿拉女, 后世仁宗前邸, 为侧氏伏计。 仁宗即位封贵妃, 孝叔皇后崩, 高宗赤以后继位中宫, 先封皇贵妃, 嘉庆六年策为皇后。 二十五年八月, 仁宗姓热和崩, 后传旨令宣宗四位, 宣宗尊为皇太后, 居树康宫。 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甲虚崩, 年七十四。 宣宗春秋已高, 方有吉, 居丧哀悔, 三十年正月, 邦于慎德堂丧赐。 咸丰三年, 葬后昌陵之夕, 日昌西陵, 初尊皇太后, 上徽号, 国有庆, 累加上, 日公辞康玉, 安城庄慧, 受洗重祈皇太后。 代邦上世, 咸丰兼家世, 日孝和公辞, 康玉安城, 亲顺仁政, 应天息盛, 瑞皇后。 客观地讲, 孝和皇太后, 在咸丰和道光朝政治上的作为, 是十分有限的, 之所以将其列入所谓的强权后非之列, 是因为, 当政治的风浪把她推到风口浪尖之时, 她能够勇敢而果断地做出决策, 稳定了局势, 而这绝非是一般的女性所能为。 夫君嘉庆皇帝的报亡 嘉庆二十五年盛夏, 嘉庆帝率领大批随员, 名优异计浩浩荡荡向木兰进发, 不久抵达热河, 安顿于壁暑山庄, 开始了木兰秋兽。 嘉庆皇帝怎么也想不到, 这是她最后一次进驻壁暑山庄。 七月二十五日, 年过六十的她, 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 突然离开了人世。 当时纽护鲁士皇后并不在承德, 而是在百里之外的北京。 嘉庆皇帝死后, 热河行宫立即封锁消息, 秘书山庄大门紧闭, 限制人员出入。 二十七日, 刘京王公大臣才得戏噩耗, 延至八月初二, 道光皇帝向内阁发布上誉, 才告知朝廷上下。 当时, 朝鲜国官员在圣经中江地方, 见清官员接着束缚, 头帽拔去花铃, 惊问其故, 才晓知皇帝已是。 好好的皇帝怎么会突然死了呢? 恭维之士向来保密, 清廷当然不会对民间公开解释死因, 于是民间就产生了各种推测和传说。 一个说法是遭雷劈而死的。 嘉庆帝到达避暑山庄后, 立即全副武装, 率领满汉大臣和八旗禁旅, 大队人马直奔布兰围场。 他们追踪围猎多日, 虎雄全无, 只猎获了一些野兔, 就连平常遍地觅食的迷路也甚少见。 嘉庆帝非常扫兴, 决定提前结束秋寿。 回来的路上恰遇变天, 雷电交加, 大地震撼, 忽然平地一声雷, 那么多人中, 唯独皇帝被击中落马, 凯旋回营变成护丧返京, 满朝惊恐呆然。 类似的说法还有, 嘉庆皇帝在山庄狱疾, 卧床调养, 并无甚大碍, 精神上加, 照常处理正事。 一日, 热河上空骤变, 雷鸣电闪, 顿时寝宫急遭雷击, 只有他触电身亡, 等等。 更荒诞不惊的一个版本是, 他长期避宠一小太监, 经常寻欢作乐, 引起近视大臣们的非议, 住山庄以后, 更是变本加厉, 第一支寝宫设于烟波智爽殿, 殿后有一座小楼, 名云山圣地。 据说, 此楼正是皇帝与小太监优惠场所, 某日, 他们正在此寻欢, 忽然, 道道闪电, 劈开云层而下, 一个火球飞进了小楼, 在嘉庆身上炸开, 顿时毕灭。 嘉庆被雷鸡烧焦, 面目全非, 已经无法收敛入关, 若将事实曝光, 无异于宫廷之最大丑闻。 大臣们商定个办法, 将以相貌体材与嘉庆相似之太监秘密绞死, 再进行盛装打扮, 真皇帝的骇骨放在棺材底部, 上面平躺着假皇帝尸体, 以此俨然耳目, 运回北京, 寄葬了事。 这个说法虽然流传很广, 但没有丝毫史实根据, 在此仅撩被一说。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推测, 嘉庆皇帝的死因, 大概是长期的操劳而导致的心脏衰竭。 从登基以来, 皇帝这个差事把他弄得焦头烂额, 不管他为之付出了多少心血, 还是有源源不断的麻烦事, 找上门来, 让他心烦意乱, 没有一天轻松的日子过。 嘉庆不明白, 为什么父亲在世的时候天下太平, 轮到自己坐江山, 怎么会如此棘手? 为了那些长期阻扰国家振兴的老大男问题, 他呕心沥血, 费尽了心机, 苦斗二十五年, 可是依旧如斯, 怎不叫他觉得失望, 烦闷闷和伤感恩。 面对日益衰败的国家, 他感到无能为力, 但是又无法从数不胜数的公务中抽身,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也渐渐地恶化。 嘉庆帝从病导致归天, 还不到一天的功夫。 虽然死前没有任何征兆, 但是导致猝死的最大的祸首, 却是长期的劳累, 伤神, 压抑, 苦恼, 忧郁和烦躁。 再者, 他黏于花甲, 身体肥胖, 天气暑热, 旅途劳顿, 有可能诱发心脑血管病而猝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几十年来, 他为了治理这个封建大国担心竭力, 付出了全部心血。 他曾经有扭转王朝颓败的豪情, 也露出以振兴国家为己任的雄心抱负, 但他的能力不足以带领大清帝国走向中兴, 他根本无能力来驾驭这个动荡不安的 大清王朝。 情急之中的英明决策 众所周知, 清代自雍正帝史, 被避免康熙朝那样的争处之乱再生, 采用秘密立储的方法, 即由先帝建在时, 亲疏黄色之名, 然后将御旨用锦匣密封, 而藏于前清宫正大光明匾后。 先帝驾崩, 即从锦匣取出秘址而公布天下, 被命名为皇太子的皇子就成了皇帝。 嘉庆帝虽然也遵用了秘建家法, 但他并没有把奸明秘罩放置在正大光明匾之后, 而是将密照兼藏金匣即密锁在小金河内, 命贴身太监随身保存而不离其左右, 这种做法就产生了弊端。 因嘉庆帝崩市的十分突然, 他连装有建储密尖诏书的金匣放在何处也没能交代清楚。 故在嘉庆帝去世时, 大臣们为寻找金匣忙乱了好一阵子, 搜紧了十几个玉妾也没找到。 最后,嘉庆帝的近世从贴身处拿出了小金盒, 因为大臣们寻找密照, 而怀揣小金盒的太监, 却并不知道自己身上的小金盒里收藏的是监明密照。 金盒找到了, 可是所顾无要, 要事又不知去向。 情急之下, 军机大臣脱金拧断金锁打开了盒子, 密照终于找到了。 尊密照一命, 大臣们奉绵营继承大头。 热和行宫里发生的这一切, 远在京市的孝和瑞皇后扭护鲁士是无法知晓的。 当他在京城京西嘉庆帝驾崩的噩耗时, 孝和瑞皇后也不知密照金侠放在了什么地方。 但他首先想到的是, 不能因此耽误了绵营的四位。 因而, 孝和瑞皇后特发一旨, 称, 大型皇帝已去, 四位尤为重大。 而皇次子至亲王仁孝聪锐, 应勿端纯, 现正随先帝在热和行宫, 应立即登基安抚国民, 以不负皇上重托。 但自己深知万一大型皇帝位及名誉, 皇次子绵营秉性谦逊, 所以特降一旨, 传遇刘京王大臣持继皇次子, 急正尊位, 尚未皇帝在天之灵, 下顺天下臣民之望。 在监明密照尚不明确的情况下, 孝和瑞皇后主动提出令绵营, 而不是令自己亲生的皇三子绵凯 或是皇次子绵心, 实在是令人称道。 所以, 当绵营在热和街道意志时, 万分感动, 伏地叩头, 内心的情感无以言表, 并立即将金匣中所藏皇父的监明诸遇, 功成一览, 叩谢慈恩。 孝和瑞皇后是在嘉庆六年四月, 得封皇后而正式掌管六宫, 纽葫芦市的福分, 要比孝书瑞皇后习塔腊市强得多。 中清一朝, 在中宫之位, 行使皇后之权时间最长的, 就是孝和瑞皇后扭护鲁市。 清朝共有二十七位皇后, 其中包括死后追封为皇后的, 如太宗之母孝慈高皇后, 和嘉庆帝之母孝姨淳皇后的, 也包括因儿子当了皇帝, 而由非直接尽尊为皇太后的, 如顺治帝之母孝庄文皇后, 和乾隆帝之母孝盛宪皇后的。 属于上述这两种情况的他们, 实际上都没有当过名副其实的皇后, 而真正在皇帝建在时位居中宫而母仪天下的十六位皇后中, 孝和瑞皇后扭护鲁市, 以当了十九年零三个月的皇后的记录名列前茅, 这还不包括因其赶上太上皇大桑, 而不得不推迟举行策立大典的一年零十个月。 孝和瑞皇后一生育有两个儿子, 一为皇三子棉凯,一为皇四子棉心。 棉凯小道光帝十三岁, 于嘉庆二十四年封多罗纯郡王, 二十五年尽和硕纯亲王, 道光七年降为郡王, 八年又赏还亲王, 十八年六月又降为郡王, 十二月后,享年四十四岁, 奉旨上还亲王。 棉心比包兄小十岁, 但与兄长一同受封时, 却被封为比兄长高一级别的何硕瑞亲王, 只可惜其不长寿, 于道光八年后,年仅二十四岁。 虽然当时孝和瑞皇后的两个亲生儿子, 在继承皇位的条件方面, 要比后来即位的道光帝要逊色许多。 但在遗诏不明的情况下, 最具优势的棉宁远在热河, 自己与长子棉凯守在京城, 次子棉心则与大型皇帝在热河行宫, 搏一下也不是不可以。 但孝和瑞皇后在嘉姓帝崩后, 难能可贵地做出了特发一旨, 令非自己所出之子连迎继位皇位的无私之举。 善有善报。 道光帝结位后, 遵纽护鲁氏为皇太后, 居寿康公, 待知不是生母, 胜死生母。 每次问安, 宣宗都是在距寿康公很远的永康门外降渝, 徒步走进去, 以是孝道。 遇皇太后万寿, 道光帝亲率王公大臣, 以寿康公行礼。 在位期间, 曾六次为皇太后上徽号, 约公辞康裕, 安城庄会, 受洗重祈, 以是尊崇。 东寻圣经祭祀祖灵时, 都是奉皇太后而行, 奉之吉孝。 纽护鲁氏也多福长寿, 在创造了 居中宫之位行使皇后之权 时间最长的纪录后, 又当了二十九年的皇太后, 于道光二十九年并逝, 享年七十四岁。 而当时道光帝年事已高, 身体欠佳, 受刺重创, 三十三天后也驾崩了。 先锋三言, 纽护鲁氏葬入昌溪陵, 事后为 孝和公辞康裕安城 亲顺仁政, 应天息盛瑞皇后。 弄权祸国的慈禧太后 义和纳拉市, 清文宗义主妃子, 同治帝皇太后, 小名兰尔, 傅慧征, 官安徽徽宁池 广泰道后部道远。 公元一八五七年 被册封为义贵妃, 牧宗即位后 尊为慈禧皇太后, 事后 孝亲县皇后。 她是中国历史上 把持朝政时间 最长的一位女性, 同时, 也是给国家和人民 造成灾难 最大的一位女性。 从咸丰十一年, 咸丰帝病逝于承德, 她的六岁儿子宰纯 继承皇位, 慈禧太后便开始 垂帘听政, 连续操纵两位右弟, 玩弄内外全臣, 随心所欲地 统治中国达四十八年之久。 自小见识不凡的 义贺纳拉氏少女 据史料记载, 义贺纳拉氏是满族中的大姓, 也是起源较早的姓氏。 义贺纳拉氏的始祖 原来是蒙古人, 到护伦布, 招坠在那里。 纳拉的意思就是爱, 她领有其地, 并成为一国, 因为她的国是在 叶赫的河边建立的城市, 所以叫叶赫纳拉氏。 叶赫纳拉氏是满族八大姓氏之一, 其中也先后出过许多文豪武将, 罗, 历来被誉为 清初学人第一的, 满族杰书文人, 纳兰姓德, 就姓叶赫纳拉。 但真正是叶赫纳拉扬名天下的, 当属叶赫纳拉氏的三位皇后。 叶赫纳拉氏和爱新觉罗氏, 世世代代都是血统之亲。 努尔哈赤就是叶赫纳拉氏所生, 也是叶赫纳拉氏家的姑爷。 她的皇帝儿子皇太极, 也是叶赫纳拉氏所生。 在大清朝时, 有一个世代的说法, 叶赫纳拉家世代出门语, 努尔哈赤的皇后, 也就是皇太极的母亲, 就是大清的第一位皇后, 孝慈高皇后。 孝慈是叶赫部首领杨吉努之女, 名万历十六年, 她十四岁时, 作为建州女真与叶赫女真结军盟的条件, 嫁给了努尔哈赤。 她和努尔哈赤生活了十五年, 仅生下皇太极一子, 她于二十九岁便病逝了, 于清崇德元年, 被皇太极追逝为太祖高皇后。 在孝慈和努尔哈赤共同生活的十五年间, 正是努尔哈赤积极向外扩张, 统一女真各部, 并收降一部纳取一飞的辉煌时期。 努尔哈赤适用三十六年的时间, 统一蒙古与东北其他各部之后, 最后才向叶赫纳拉市宣战的。 原因有一个, 叶赫纳拉的韩是她的亲舅舅, 各首官的将领都是她的表哥表弟。 当时努尔哈赤带着她的千军万马包围了叶赫城, 但她没有马上宣战, 而是跪在城前三天三夜, 请求叶赫纳拉市投降, 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明朝政权。 可是叶赫纳拉的家族坚决不同意。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努尔哈赤下了一道令, 凡是愿意投降的, 一律高官厚禄, 凡是反抗的, 不管是谁, 一律失守分家。 就这样, 努尔哈赤向叶赫纳拉宣战。 经过激烈的战斗, 努尔哈赤最终杀进城去, 杀了几万人。 而叶赫纳拉市的那些被包围的首领 也纷纷自杀, 硬死不详。 直到最后, 老一代的都死了, 剩下年轻的, 看到大势已去, 大势所趋, 才向努尔哈赤投降。 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颇广, 在关于慈禧的影视作品当中, 也时常亮相。 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 一直流传着叶赫纳拉与爱新觉罗为世仇, 宫中后妃与秀女, 不选叶赫纳拉市的传说。 其实, 这是荒诞无稽之谈, 不仅太宗的圣母是叶赫纳拉市, 高宗乾隆的顺妃, 也都出于叶赫纳拉市。 但是, 让叶赫纳拉家族真正门庭显赫, 名扬天下的, 却是慈禧皇太后。 道光十五年, 慈禧出身于满洲湘兰旗, 一个官宦世家。 慈禧的曾祖父吉朗阿, 曾在户部任袁外郎, 一下银两亏空, 离开人世。 祖父景瑞在刑布山东司任郎中, 在道光二十七年时, 因没能二十赔偿其父吉朗阿, 在户部任职时的亏空银两而被革职。 外祖父慧贤, 在山西规划城当副都统, 父亲名叫慧征, 在吏部任笔贴士, 是一个相当于人事部秘书翻译的八品文官, 后有升迁。 根据清宫档案记载, 慈禧的父亲慧征, 在道光十一年时是笔贴士, 道光十四年考察被定为 吏部二等笔贴士, 道光十九年时是八品笔贴士, 道光二十三年再次考察, 定为吏部一等笔贴士, 道光二十六年调任吏部文选司主事, 道光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因为考察成绩又是一等, 受到皇帝的接见, 被外放道府一级的官职, 同年四月任山西归隋道, 先逢二年调任安徽的道员。 由于慈禧太后的特殊地位身份影响和作用, 对她的身世有多种说法, 尤其是慈禧的出生地可谓是众说纷纭, 主要有六种说法, 一,甘肃兰州, 二,浙江乍浦, 三,内蒙古呼和浩特, 四,安徽五虎, 五,山西长治, 六,北京。 第一,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 曾任过甘肃不正式衙门的笔贴士, 认为慈禧出生在甘肃兰州。 传说慈禧出生在当年他父亲住过的兰州八旗马方门, 可专家查阅了文献档案, 发现惠征虽然做过笔贴士, 但其地点是在北京的利部衙门, 而不是在兰州的不正式衙门。 第二,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 曾在浙江乍浦做官, 认为慈禧出生在浙江乍浦。 人民日报就曾发表一篇题为 《使戒心发现,慈禧生于浙江乍浦的小文》。 这篇文章说, 慈禧的父亲惠征在清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期间, 曾在浙江乍浦做过正六品的五官, 萧奇孝, 而慈禧正是在这段时间出生的, 所以他的出生地在浙江乍浦。 文章中说, 在现今诈谱的老人当中仍然流传着关于慈禧幼年的传说。 当时的规定, 经官每三年进行一次考核。 有学者查阅了清朝考核官员的凳案记载, 这时的慧征被考核为力部二等笔贴士, 三年后又被作为力部笔贴士进行考试。 可见, 这时慧正在北京做力部笔贴士为八品文官, 所以啊, 这种说法值得怀疑。 第三, 根据慈禧的父亲慧正曾做过安徽徽宁池太广道的道员, 道员雅鼠在五虎, 因此说他出生在五虎。 慈禧既然生长在南方, 便善于演唱江南小曲, 由此得到咸丰地的宠幸。 许多小说影视作品就是这么说的, 我们当然不能以慈禧擅长南方小曲儿就作为他出生在南方的证据。 根据历史记载, 慧征当辉宁池太广道员是在咸丰二年二月, 正式上任是在同年的七月, 而慈禧已经在咸丰元年入宫, 被封为蓝贵人。 档案中还保存有蓝贵人受到赏赐的赏单, 可见慈禧不会是生于安徽五虎。 第四, 根据慈禧的父亲慧征曾认过山西归隋道的道员, 认为慈禧出生在金内蒙古呼和浩特。 慈禧的父亲慧征当年曾认山西归隋道, 道署在归化城。 据说, 在呼和浩特市有一条洛峰街, 慈禧就出生于洛峰街的道员住宅地。 甚至传说, 慈禧小时候常到归化城河边玩耍, 但道光二十九年, 慧征任山西归随道道员时, 慈禧已经十五岁了。 所以说, 慈禧不可能出生于归化城, 不过, 慈禧可能随赴慧征在归化城住过。 第五, 慈禧出生在金山西常治。 此说认为, 慈禧不是满洲人, 生父也不是慧征。 金山西常治当地传说, 慈禧原是山西省陆安府长治县西坡村王增昌的女儿, 名叫王小妾, 四岁的时候因家道贫寒, 被卖给了上秦村宋四元家, 改姓宋, 名灵娥。 到了十一岁, 宋家遭到了不幸, 她又被转卖给陆安府之府慧征做丫头。 一次, 慧征夫人傅察氏, 发现灵娥的两脚各长一个猴子, 认为她有福相, 就说她做了干女儿, 改姓叶赫纳拉氏, 取名玉兰。 后来, 玉兰被选入宫, 成了兰贵妃。 可是经专家考证, 在这段时间, 惧征没有任陆安府的知府。 既然惧征没有在山西陆安府做个官, 那么慧征又怎么会在陆安被卖到惧征家呢? 第六, 北京说, 慧征的直系后裔义和纳拉根正认为, 其他说法中的女子, 有可能那个地区出过某些公寓, 但不一定是慈禧。 把这些事往他身上说, 是因为毕竟慈禧的名声太大了。 关于这个问题, 在九十年代初, 社会上炒作慈禧出生地问题的时候, 我问过我的伯父景庄, 他说, 这有什么可争可变的呀? 慈禧就是咱们家的姑奶奶, 家谱上写着呢。 慈禧是1835年11月, 出生在北京西四牌楼披柴胡同, 他当时是卯食生人, 他出生以后, 家里请了几个保姆, 几个嬷嬷, 几个管家, 都有详细的记载。 总之, 不管慈禧生长在哪里, 他都是出生于官宦家庭, 而他从小就聪慧伶俐, 特别是具有普通孩子难得的谋略和远见。 据慈禧曾孙回忆, 在慈禧14岁的那一年, 他家里出了一件大事。 慈禧的曾祖父吉郎阿, 曾在道光时担任轻户部员外郎, 负责中央金库, 但就在他卸任的十几年后, 在查账时, 查到了库银亏空几十万两。 道光接到座报以后非常气愤, 下指, 不管是谁, 不管什么时期, 凡是在银库的工作人员都要一查到底。 经过反复的调查, 最后竟查不出个结果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 道光下令, 就从亏损的那一年一直到现在, 所有工作人员平摊这些亏空的银两, 已经去世的就由他的儿子孙子偿还。 当时慈禧的曾祖已经去世, 就把他的祖父给抓了起来。 事情一出, 家里历史乱了, 年少的朗尔此时却表现得非常镇静, 他劝自己的父亲惠征, 将家里仅有的一点银两拿出来, 交了出去, 又让父亲带着他去亲戚和朋友家借了一些银两。 但是他没有让父亲将这些银两全部交上去, 而是用这些钱去上下通融。 因为慈禧的祖父景瑞曾任刑部员外郎, 认识很多的政府官员, 有许多老关系。 他的父亲也时任安徽的后部倒台, 也有很多朋友关系。 正是在年少的慈禧的指点下, 慧征打通了上下关系, 很快就将他的祖父营救了出来。 他也因此受到了当时他所接触的那些满族贵族, 特别是他的父母的偏爱。 由此可见, 他具有一般女子所没有的远见胆识、谋略和手腕。 这些都让他在后来的政治风云中立于不败之地。 想办法获得皇帝欢心 慈禧在27岁时就已经掌握朝中大权, 以垂帘听政的方式实现着自己的野心。 他把持大清政权达半个世纪之旧, 这一切都是始于深受咸丰的宠爱。 那么他是怎样在众多后宫家里之中脱颖而出的呢? 慈禧本名叫叶赫纳拉兰尔, 他从小聪颖故人, 胸怀大志, 以为入宫后前程必然灿烂。 咸丰三言, 他如愿进宫, 成为一名宫女, 一年后被分配到离京城四十里的圆明园旨意, 住在铜银身处。 皇上一年难得去圆明园几次, 铜银身处又是在比较隐蔽的地方, 在这里等于是被打进了冷宫, 于是他进宫后很长时间, 竟然连皇帝的面都没见着。 然而, 命运就是这么眷顾兰尔。 当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值高潮, 清兵屡战屡败, 先锋皇帝心烦意乱, 索性躲进了圆明园内, 寄情与生死。 兰尔听说, 每日饭后, 皇上必定坐着八个太监台的小乙轿, 到水墓清华阁去午睡片刻, 有时经由街秀山房前往, 有时大从童银身处经过。 富有心机的兰尔算准了时刻, 天天精心打扮, 哼着小曲儿, 希望以自己婉转的歌声吸引皇上。 苍天不负有心人, 兰尔的歌声终于吸引来了万世。 岁爷, 一天, 他在圆明园平栏远眺, 不禁哼取了一首江南小调, 曲中流露出一股忧怨之情。 恰好此时, 咸丰帝乘梁鱼在园中游玩, 被歌声打动。 杏花, 春雨, 江南, 美人。 咸丰帝一下子对兰尔生出了百般怜爱。 这一晚, 搬到天地一家村, 开始帮着皇上批阅奏章了。 咸丰六年, 即兰儿二十一岁时, 他怀上了身孕。 咸丰一高兴, 便进封他为义贫。 后来, 义贫为皇上生下了一位皇子, 取名宰淳。 皇上终于有了儿子, 这自然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虽然当时中国南方烽火连天, 但宫中却热热闹闹地大肆庆祝, 万朝文武也都欢天喜地。 由于满足了咸丰帝盼子心切的愿望, 兰尔更是如鱼得水, 因子而贵。 咸丰一高兴, 把一贫封为一妃, 等到皇子周岁时, 再封为一贵妃。 至此, 义贺纳拉兰尔已经是后宫中的第三号人物了。 但是, 在那个封建宗法制度十分严格的时代, 嫡数之分也精卫分明, 不可越来迟一步。 历史上皇后夺取数出的儿子为己有, 亲生母亲遭受废处, 甚至被杀之事比比皆是。 然而, 义贵妃却很幸运, 比她小两岁的皇后扭呼噜时, 并不争风吃醋, 善良本分。 加上义贵妃处心积虑, 趋意逢迎, 博得了皇后的好感, 甚至还在皇帝的面前为她美颜。 这也使义贵妃得以一帆风顺地朝上爬去。 由于咸丰皇帝体弱多病, 再加上当时内忧外患, 皇帝烦心得连奏章都懒得批语, 义贵妃便主动代策代行。 咸丰十一年, 咸丰帝病逝, 此后, 二十六岁的年轻寡妇, 携着一个懵懂无知的孤儿, 挑起了大清帝国首脑的重任。